这么多人,这么热闹,排着队,连夜夏日,到底在干嘛,旁边怎么还有一滴的水啊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我是在湖北武汉的街头,这里是武汉的市中心组成区,这些人到底在等什么,这里是武汉的武汉光,武汉的长江边,居然来了一辆网约车,到底是来接谁的,现场怎么这么热闹, 最近啊,有30万香港人,40万台湾省的同胞,分批来到湖北武汉,他们来这里到底干什么呢,不是来旅游的,竟然为了一个目的而来,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朋友,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,点个关注,您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动力,他们来到之后啊,吃了东西之后啊, 他说武汉的东西一碗热干面,加一个面窝,最后吃完之后啊,说啊,这个面窝居然比香港的还贵,这个面条比香港的便宜多了,真的令我感到百事不得其解,这里是武汉最热闹的一条步行街,附近都是高楼林立,武汉的市中心组成区, 可能没有像重庆那边,那个什么,解放碑,那里有一个,八一小市街,还有一个是,重庆的,那边的一条步行街,应该是在关一桥,还是在那个,对,我想起来了,是重庆的解放碑,步行街, 那条街啊,是全国四方步行街,也是东西地区的,一个最繁华商业的步行街之一,反正那里还有重庆的地标, 然后这边呢,就跟重庆那边,一模一样,也有武汉的地标, 所以人非常多啊,那其中呢,就会有很多香港的人,还有台湾省的同胞,他们最近分批来到湖北武汉,有人说是过来旅游的,旅游是第一目的,这个毋庸置疑,第二个目的就是过来吃一吃武汉热干面, 因为啊,在香港那边,一碗热干面,要卖到20到30日元,然后说,在这边吃完一碗热干面,居然只要,五块钱,一大碗,他说武汉的消费可真低啊,真的是不敢相信啊,结完账之后呢,居然说还想再吃一碗, 然后还有好多香港游客,听说到这个价格之后,分批来到湖北武汉,就是为了吃一碗这个热干面, 然后甚至还有很多人呢,把湖北这边的特产啊,他把它带回去,因为在香港那边呢,他一般都会高两倍到三倍价格,才能买到这个热干面,吃到热干面,所以他们就来到湖北武汉, 然后呢,怎么分辨哪些是台湾人,哪些是香港人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,就是出门都是用现金的,基本上不太会用扫码支付, 不太会用手机支付,所以呢,一眼就能分辨得出来,他们还有一个目的啊,这里的是一条步行街嘛, 旁边还有很多那种武汉本地的一些特产,湖北特产,他们呢,就是过来做代购的, 想看一看这座英雄的城市,感受一下这里的英雄人民, 然后感受一下这边的江湖气息,就会到附近啊,买一些武汉的特产, 那为什么说面窝非常贵呢,因为面窝,它可以用龙虾,里面做那个辅料, 然后像一只龙虾三四百,他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龙虾, 不知道朋友们吃过没有,四百块钱的一个面窝,真的是无法想象啊, 我都没吃过,好了,这就是最近有,大量的香港人, 和台湾省的同胞,来到湖北武汉,不是来旅游,是为了吃和买和代购, 你们怎么看呢?